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在今天公布長遠房屋策略 調整未來新年總房屋供應目標 由47萬個單位增加至48萬個 當中增加的1萬個供應會放在資助出售房屋 令公營房屋供應增至29萬個 由原來47萬到48萬 而供應的部分就由28萬到29萬 資助出售的單位當中可能比較多的 主要就是居屋 我們看到社會上對資助出售單位的欣赤需求 也都知道現在包括很多中低失業家庭 甚至年輕的家庭 他對自居都有相當的渴望 張炳良又指 未來3至4年 將會有7萬4千個一手住宅供應 對於租務管制方面 他說現在不適宜推行 因為會帶來預期意外的後果 我們最擔心的是如果我們貌貌然 在供應嚴重偏緊的情況下去推出租管的話 只會令到供應減少 因為有租管下業主是會有行為上的變化的 可能會出現在租管方面的供應會受到影響 可能會令到選客會更嚴重 也都會令到業主叫租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租約的時候會特別高 局長有希望能夠維持 公屋平均輪候3年上樓的目標 另外又會研究 如何豐富資助自治居所形式 是誰會否練到這堂 是誰會否採用